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就是我的孩子 我希望他有一个更美好的童年 有父母更多对他的关注 然后有他自己的更好的世界 初中没有毕业我就不上学了 不上学之后我就在社会上自己玩 然后网吧游戏厅 然后抽烟喝酒 我觉得老天对我非常的不公平 为什么给我一个就是如此破裂的家庭 我懂事六岁开始一直到26岁 我唯一想的一件事 就是能跟我父母一块吃个饭 当这种事变成一个很大的梦想的时候 那心里很多的残缺 导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静下心里干任何一件事 就是逃避这个现实的世界 然后把自己沉迷在网络游戏里 然后把自己沉迷在网络游戏里 走 你哦 上 塞拉的出现 让我重新改变了所有的生活习惯 而且从我内心里 我觉得我有一个感情输出的端口 他对我没有任何嫌弃 他从来没有嫌弃我 很穷啊 然后一事无成啊 李 坐 蹲 躺下 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养过狗的 我连他一天吃几轮饭 然后怎么伤策所我都不知道 那我问别人的时候是没有人告诉我的 那我们只能去自学 李 迈蒙 Yes 每天要学十多个小时 然后同时你学习之后 然后你通过跟他的训练 获得成就感 然后这个成就感支持你再去学习 我是大概 养塞拉一年的时候 就是三年多前吧 我觉得一只狗 它有点孤单 我又买了一只小母狗陪它 在这个状态下呢 北京城里是不让养的 首先是一呼一狗 同时他们的肩膏已经超过了养狗的标准 然后我希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因为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太拥挤了 可能不适合他们生活 我就带着他去了农村 我希望他们的肩膏已经超过了养狗的标准了 因为大家知道我免费分享的情况 和对于我们养狗子相对的专业 大家就很支持我这个淘宝店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改变 和他给我带来的习惯 他给我带来的 我觉得应该把一切全还给他 让他过得更好 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很有魄力 很美大 其实我一点都没觉得 因为我在我童年的时候 没有得到很好的生活 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过最好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未来五到十年 是中国宠物行业爆发的几年 三十年前可能没有人会去给狗花钱 大家都给狗吃生菜生饭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给狗买 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狗粮 而且是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我觉得最重要的狗 它真的是对你很不离不弃 它不会跟我说爸爸我好爱你 但是它那种趴在你身边 无时无刻的对你的那种陪伴 我觉得是人和人之间很难做到的 走 走 走 Yes 真好 啊 猜猜十分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